近日,国务院台办、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台湾居民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通知,公布台湾居民在服务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深设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由24项大幅扩展至122项,武汉正是试点地区之一。 4月12日,台胞刘亦玲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领到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我上星期五就是8号,送这个参观的证件进去,今天是12号吧,今天拿证,所以时间很快。 以前不好办,因为他要准备相当多的东西,你在前期准备时间太多,然后你就会打消很多人的意念跟想法。 刘亦玲介绍,五年前他和朋友共同出资,在武汉经开区进行一家主打台湾特色美食的餐厅,疫情当下,餐饮行业受到不小冲击,台湾居民申办个体工商户新政策的出台,让刘亦玲看到转机。 刘亦玲称,在原本餐饮服务的基础上,他所进行的餐厅即将开设台湾特色预包装食品销售业务。 刘亦玲将此次经营范围的扩大,比喻成自己在大陆的二次创业。 他说,带到经营走向正轨后,还将引进更多地道的台湾美食。 武汉市台办经济处副处长李江介绍,新政开放领域涉及文创,农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很多都是台湾优势行业,为有意来大陆做小本买卖,起步发展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就业创业,成就梦想的新选择。 同时,也为早期在大陆创业的台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我觉得后一步,凭借我们广阔的市场和政策的优惠,和我们良好的营商环境来说的话,就是给大家到大陆来追目、瞩目、圆目,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空间。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